澎湖雷战首部曲安宅营区军事体验营是以军事体验活动来宣导全民国防观念 特别将最新的军事竞技的科技设备雷战远从台北将全部的雷战设备经由空运来到澎湖 活动时间预定在12月15、16日上午的9点开始进行军事体验和军事的竞技 15日办理军事体验活动有气枪静态打法、雷射枪静态打法、雷射枪动态打法等三项 16日办理军事竞技采部队雷射对战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FB搜寻澎湖雷战首部曲、澎湖雷战、安宅营区 或者是安宅营区军事体验营粉丝页上有详细的活动报道介绍 好,我们这个是一个,我们把它称作澎湖雷战首部曲 这是第一次我们澎湖把雷战引到澎湖来 那很多人喜欢,过去很多人喜欢玩所谓的生存游戏 那雷战就类似生存游戏 但是它是比一般的生存游戏来的安全,来的环保 那完全很科技化这东西 那我们希望说这次能够把整个活动办得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我们刚好也在安宅营区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来体验所谓金氏的这些体验 那里面包括有,我们有静态的打靶,还有动态的打靶 第二天还有所谓的雷战竞技 那我们欢迎湘京 能够在12月15、16到两天到这边来做军事体验 这是一次不同于过去军事体验的活动 承办人叶永和特别将好玩的雷战游戏引进澎湖 比生存游戏是更科技安全有趣 而且还选在废弃的军事营区举办 让你有胜利其境以及参与军事演习的临场感 而为了促进澎湖的观光 欢迎更多喜爱枪战的朋友来到澎湖感受雷战游戏的军事体验 澎湖艺术村叶永和村长也表示 希望借由活动仍让澎湖废弃的营区活化提供一个可行的典范 现在需要靠观光业来成大局 废弃营区的应用在军事体验上 应该是会让澎湖的观光点上做个大突破 期待这次的活动可以办得成功 重返昔日光荣荣耀的澎湖 也欢迎民众活动当天前来参观体验 记者王海龙报道